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备在成都正是称帝开始 历史上将刘备所建的政权称之为纪汉 因为偏居易于在蜀地 古而又称之为蜀汉 刘备称帝之后 自然又开始设置百官建立宗庙 拉开了蜀汉王朝的序幕 王朝创立自然就有文武之别 刘备在称帝之前担任的 无疑是地方政权首脑及义州幕 后来又称汉中王 手下的文武大臣基本上谈不上上档次 也没有达到国家级 属于地方性或临时性官职 刘备称帝之后蜀汉的武将 也有从容之功 地位自然水涨缠高 汉朝的官职制度 武将方面以大将军为尊 相当于后世的总司令 负责统帅全国的军队 和征伐一切敌对势力 蜀汉王朝的官职制度 大部分沿用汉朝的官职制度 那么第一任大将军是谁 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关羽 答案很明显是错误的 关羽的确是刘备麾下一名 非常重要的将领 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位 比如前将军 三国志记载24年 先主为汉中王 拜羽为前将军 贾捷月 这个时候的刘备 还只是汉中王 并没有称帝 关羽这个时候的地位 在武将方面 可以说是排第一位的 毕竟是刘备的兄弟 拿着贾捷月的权力 赌掌一周 可惜关羽命不好 在京中没有多久 就兵败麦城 最终被东吴干掉 这个时候离刘备称帝 还有一年的时间 换句话说 关羽不死 刘备称帝 或许就让关羽 担任大将军之职了 为什么说或许 因为也有可能不会 毕竟按照刘备的个性 有点难度 不然就是张飞担任大将军了 实际上 蜀汉王朝的大将军 不是武人 而是一个文官 他不是别人 而是诸葛亮非常中意的人才 蒋婉 其后来担任了蜀汉王朝的丞相 尚书令 大将军 大司马等职 蜀汉王朝建立后 武将地位最高的 由着蜀汉武武将之称的马超 马孟气 马超在蜀汉王朝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 标记将军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标记将军 也是汉朝时期的高级武将军职 从汉武帝元寿二年开始设置 当时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武将 叫霍去病 曾经横扫匈奴大漠 备受汉武帝器重 所以就搞了一个标记将军给霍去病 地位位同三公 东汉末年之后 标记将军地位有所下降 一般低于大将军 在古代可以说是从一品或二品 相当于后世的副总司令 马超被刘备败为标记将军 可以说是蜀汉王朝武将第一人 这个马超是何许人也呢 三国志记载 浮风 茂林人也 也就是现在陕西新平县这个地方的人 他是年少成名 自带光环那种 加上有少数民族的枪族血液 剑勇善战 加上其父亲也属于梁州一带的军阀 可以说无论身份 地位 条件在汉末属于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诸侯 可惜马超虽勇却谋略不足 加上身边又没有好的谋士辅佐 全靠家族子弟兵 在与曹操的争霸之中 虽然多有表现 一度让曹操害怕 三国志记载 曹公文之曰 马而不死 吾无丧帝也 但结局却一败再败 先投了张鲁 后降刘备 投降刘备的时候 刘备刚刚在争夺一周 马超的到来可以说是及时雨 要知道 马超带着朝廷停侯身份的汉将 很快就协助刘备入主了汉中 可惜 马超从反曹操开始 与曹操大战的这几年 将自己的嫡系部队 基本消亡殆尽 尽管威名足够 却没有多少实力 加上是中途投靠 在刘备麾下 基本上没有发挥自己的余力 随着刘备地位的升迁 马超的官职也逐渐提升 先是平西将军 左将军 征西将军 标记将军 成为蜀汉王朝武将序列第一人 虽然地位高 但是寄人篱下的感觉 那种没有亲情 更没有友情的孤独 失落 让他在47岁正值壮年的时候 就撒手人寰了 马超的一生或许可以说精彩和悲剧组成的 他是汉末时代的一员名将 是蜀汉王朝的爪牙 更是一个悲剧的人 大人 帮我